那我们刚从老家回来 准备赶集 马上过节了 我们让我们的梦继续 这节说到了观世音 我们知道观音 后来李世民 李世民这个泛字会 什么文字语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把这个字去掉了 叫观音 实际上观世音 又说的男女不一样 反正也有不同的说法 先不去管了 甚至有说他有一事 是这个 也曾在人间体会过红尘 在青楼上 你想啊 就是这个意思 每个人都要立很多很多节 才能成就 才能真正心里放得下 但是你不要说是 明知道顾犯 然后就反正心里放下来 你还要再钻进去 那就不好 这个 有两次 我们举两个例子 首先呢 我们 在睡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练功 那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自发动 有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在一起住 然后说 你在干啥呢 那时候睡得好好的 他来了一句 然后给我吓醒了 我说你在干啥呢 他看到我手在动 这个肢体啊 手印体印的 给他吓到了 实际上我睡得好好的 他给我吓醒了 他也不知道 然后 还有一次呢 我们就说这个 另一个朋友啊 跟我在一起 那么 这个 梦里 观世音 就出现了 那我这个朋友呢 他身体 也不太好 经济呢 也不太稳定 然后就梦里问我要不要帮他 我当时 我们老粉丝应该知道啊 我这个 目前好几年了 这个现状 出了那么一回事 所以我也不知道拿什么帮他 梦境里呢 我也停留了一秒钟 但是很快 我就说帮 这个我想还是心底下 最纯真的那一个念 所以人很聪明 很 这个没有那些复杂的东西 所以这个灵性还是比较高的 也是比较真的 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帮了之后呢 他就拿这个 郁静平啊 这不是还有这个 那个 柳条枝呢 然后往他身上撒 撒一下 第二下 那个时候 我还是那个样子啊 就这样不知道怎么 反正就谈 那实际上 谈的时候 我发现我醒了 那同时 与此同时 他就是在 做这个事 撒这个干露汁 那时候呢 确实他身体 好转很大 只能这么说 也算半个应验 那么我们再说 另外一个 就是发生在我身上 那 当时给我视频 有一位这个 也算是得到的吧 然后这一摇 他晃到就来了 他先自我介绍 我是光阴的童子 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他说话的语气 当然不是他本人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一刻是非常地净空 净的 我本人本来是 应该追求这些玄学 总有很多位置 想究竟他 要算这个 所以他自然 就很多问题 但那一刻就想不出来 然后他看我傻愣愣的 说你可以的 你知道需要多久吗 你可以的 这个就不用翻译了 这个语明为人就知道 就是你将来会好 是吧 他比划了一个三 你知道多久吗 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 他比划的时候 这还套着个小米劲 我就想笑 我在 也在跟他开玩笑 我说是三年吗 以现在看三十年吧 你可想 我要再好一点 那就能 是不是能提前 那不好 那三十年 三百年都知道 但是这个三十这个书 我是记下来 当时我再看了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 再说吧 这个说不安